政府可不可以犯錯 答案是可以 但是不可以一錯再錯 六都裡面 你的好感度是墊底 第五名是韓國瑜 這個 講起來就很複雜 因為有兩個 常常是值跟量的問題 網路聲量 還有網路正面負面的比例 這兩個不同的題目 市長會不會覺得大家最近都不太喜歡你 網友 不會啦 不會啦 還好 因為他說你的一日行情還有強盜說好像是比較關鍵的失業 我跟你講喔 我自己的經驗 單一事件都不會影響全局 常常是要累積的 所以不管是積小勝為大勝 積小敗為大敗 這都是每一個政治人物要去注意的 所以我最常在市政會議說 政府可不可以犯錯 答案是可以 但是不可以一錯再錯 因為如果我們要求完全不做錯 那就除非不做事 不然不可能 但是我們自己 每天要有反省的功夫 每天做完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可以再改善 每天做完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可以再改善 第一次 你叫做打擾 空操作